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时隔44年再次向海上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这次发射主要测试哪些内容 发射成功有何重要的意义 外媒称 中国很少向海上发射远程导弹 在当前 亚太局势紧张之际 中国向海上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另外 多家外媒报道 俄罗斯在本月试射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失败 导弹可能在发射井内爆炸 俄罗斯官方尚未证实此消息 萨尔玛特洲际导弹为何会发射失败 发射失败又意味着什么 相关话题 今天邀请到军事专家陈浩阳先生 做分析和解读 先来通过宣传片 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中国军号26号凌晨发布多张 火箭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独家高清图片 此前一天 9月25号8时44分 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 成功发射一发携在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 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性安排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有内地网友拍摄到疑似火箭军洲际弹道导弹 发射产生的伪计云 中方表示 此次导弹发射 有效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部队训练水平 达到了预期目的 中方提前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 中方未透露有关发射的详细资料 但有国外的分析机构 根据公开的航行和空域警告 绘制了飞行路径 认为导弹是从海南发射 飞向位于南太平洋的 法属玻利尼西亚群岛附近海域 估计射程达到1.2万公里左右 中国成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引发各界的关注 我们看到军迷网友 他根据官方的照片 推测这次试射的可能是东风31AG 您推测这次试射的是 什么型号的洲际弹道导弹 昨天这个消息公布出来之后的话 大家伙都比较兴奋 各种猜想都有 因为当时是没有公布 具体的导弹的型号 那么今天的这个照片 出来之后的话 大家把昨天的一些猜想都推翻了 原来说有可能是东风5的 有说可能是东风41的 那么今天大多数认为 根据这个照片的话 判断的话是东风31AG 那么这三个型号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型号 实际上这三个型号在前两次国庆大约兵的时候 都已经公开亮相了 东风5是咱们国家第一代的 后来不断改进的 大型的陆基的液体 洲际弹道导弹 个头非常大 射程也非常远 威力也特别的大 那么东风41呢 是目前咱们国内 这个应该说是气能最先进的 个头也是最大的 既可以固定发射井发射 也可以路上机动发射的 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 东风31包括 31的改进型叫AG型 它是非常成熟的 一款洲际弹道导弹 那么这款导弹的话呢 从目前各方的资料 或者是国外的媒体报道来说的话 早就已经进入咱们火箭机服役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东风31来进行一次 这样的试射的话 它好像不太等同于 那个普通的技术性实验 而更像于 更像是美国的那个 民兵3导弹 来进行一个就是状态性 或者是那个 它的日常的检验性的试射 而这种试射的话 它体现的是什么 战备值班状态 或者是体现出 它是战斗力 已经是非常在状态的 这么一个情况 刚刚新闻短片当中也提到 这次试射携带的是模拟弹头 那在您看来 这次试射 它主要会测试 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我们刚才说了 一般来说 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 无外乎有三个作用或目的 第一种目的的话 叫性能测试 这个一般来说 针对的是新型的导弹信号 因为新型的导弹信号 它的射程到底有多远 它的突方能力到底有多高 速度到底有多快 以及它整个飞行过程中间 包括它的诱饵带 包括它的变轨性能等等 这个你不仅要通过计算间 我们设计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参数 来验证 而且要通过实弹的测试来进行验证 那么这个叫试验型的试射 就是纯粹是为了检测一下 这个导弹的性能 参数等等 第二种叫检验型 检验型什么 这个导弹已经长期服役了 但是呢 目前这个导弹 它的技术状态怎么样 我们这支部队的 它战斗力呀 战备值班的那个战斗力 是不是保持的处于一个 比较好的状态 那么我们抽检一下 打一发 看一看 那么能不能随时执行任务 完成任务 这叫检验型的试射 美国的明冰山 基本上处于这么一个状态 明冰山它目前是美军主力的 也是唯一的一款 陆基洲基弹道导弹的现役型号 它的最后一枚导弹的生产服役时间 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 所以它经常性的 要拿出一发两发来 进行检验性的飞行 那么去年就搞过 再有一种就是威慑性的试射 我也可能是带着一个试验性的目的 也可能带着检验性的目的 但是更多的目的是 显示战略威慑 告诉你我有这个家伙事 告诉你我的战斗力是在线的 然后通过这样的试射的话 向对方施加战略威慑 那么俄罗斯人经常就这么干 那么这一次的话 我们如果是通过图片来看的话 应该是东风31AG型 大多数人基本上是这么推测出来的 如果是这个型号的话 那肯定就不是性能测试性 而是检验性 就是检验我们的战斗力 是不是在线等等 通过这样的试射的话 可以释放出一些信号 我们的战斗力是非常强憾的 并且能够对我们的战略对手 或者全世界展示我们的战略威慑能力 解放军上一次向海上试射 洲际弹道导弹 还是在44年前的1980年 当时是向太平洋试射的是 东风5洲际弹道导弹 44年前那次试射有怎样特殊的意义呢 当时我们对外公布的叫远程运载火箭 当时用的词还不叫洲际弹道导弹 那么昨天咱们洲际弹道导弹测试 那个消息出来之后 大家很多看了一下 那个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那个视频 他当时宣布的是 我们在9月25号上午8点44分 然后进行了这个发射了这个导弹 然后开始有一些朋友还不明觉理 为什么要公布这个具体的发射时间 然后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 44年前 44年前是哪一年呢 1980年 然后正好就凑着了 这是咱们一个中国的一个表达方式 其实就是来纪念一下也好 或者再一次宣示一下也好 就是如果说44年前 我们那次远程运载火箭的试射成功 向台北洋地区发射成功 那么标志着咱们第一代战略威慑力量的形成 那么现在的话呢 就体现了叫什么 我们战略威慑力量 已经处在世界的先进水平 我们看一看当年的那个意义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大 那个时候 1980年的时候 我自己还小 但是我依稀可以清晰的记得 大家网上也可以找到 人民日报是发号外的 就专门有一个号外 就是说咱们中国第一个 向太平洋发射成功的运载火箭成功 人民日报发号外 那么我们再推想一下 人民日报在什么样情况下发号外 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我们的第一个那个运载火箭的发射成功 然后就是像这样的情况 所以1980年5月18号 那一次向太平洋成功发射 这个运载运载火箭 不仅对于我们技术上 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标志着我们战略威慑能力的形成 而且对全世界来看的话 都是具有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大家都知道两弹一星 两弹一星 那么我们拥有了两弹一星 但是我们的战略威慑能力 还欠缺一点 欠缺一点什么呢 我们得把我们的核武器 像几千公里 甚至上万公里的投送能力 你没有这个家伙事 你空有原子弹 你拿在手里 你也炸不着别人 所以呢这个洲际弹道导弹 当时称的叫远程运载火箭的话 它的射载成功 就是告诉世界上每一个国家 中国不仅拥有核武器 而且具有远程的核威慑能力 所以那一次的我们的那个试验的话 非常的隆重 非常的庞大 当时我们为了搞这次远程火箭的试验 像南太平洋地区 我们组成了一支由18艘舰制组成的 一个大型的编队 其中有6艘051导弹驱逐舰 还有4艘各种各样的观测船 还有那个两艘远洋那个补给船 还有其他的一些保障船只 6艘051是什么概念的 就是当时051是咱们海军 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 服役的总服役的数量 大概也就是在10艘左右 也就意味着当时我们为了保障 这一次远洋的远载火箭的测试 把半支海军都拉出去了 半支海军如果放在现在的话 就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呼呼啦啦一到两艘航母 然后还有5到6艘055 还有十几艘052D 这么庞大的一支编队出去 所以当时我们也是在 5月10号左右的时候 我们也是 人民日报 我们新华社 专门发了一个通告 通告的话 说我们要向南太平洋地区 进行远程越载火箭的 那个试验了 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我们这支编队出去之后的话 编上围观群众特别的多 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甚至日本的话 不停地排飞机 排军舰过去 几十架次的飞机 一个星期内 几十架次的飞机 几十艘舰艇 就是尾随 旁观 甚至还有干扰 那么那一次的话 重大意义不仅仅是说 我们的自己的战略 和威慑能力的形成 而且对于我们海军建设的话 也是里程碑的 洲际弹道导弹是战略核力量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想要成功地发射它 有怎样的难度 这个太难了 我刚才说了一条 就是我们为了保障1980年 80年的那次运载火箭的测试 专门组织了这么一个大的编队 对吧 发射其实相对比较简单 主要的难度在什么呢 全程的监控 为了全程监控 我们不光要在陆地上建议 建立相应的那个监测站 而且我们要建立海上的 那个监测船 而且一艘还不够 要建若干艘 这船还不能个头小 要不然的话 在海上不能够长期的 那个保持存在 另外还有一个回收舱 其实我们上一个话题 已经讲到了 回收舱 这个回收舱 弹头落到海里的时候的话 它会弹出一个回收舱 这个回收舱里头 是整个导弹飞行过程中间的 数据参数等等 那么如果这个回收舱 让别人抢走的话 这个可就损失太大了 这个就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所以要必须要我们在第一时间 去把这个回收舱给打捞回来 实际上在80年那一次的话 边上可是一群狼啊 虎视眈眈啊 我们当时的舰载机 直升机都是刚刚组建训练完成的话 导弹落到海里 回收舱立刻那个释放出染色剂 海水是蓝色的 染色剂是绿色的 这个大家伙都看见了 我们的直升机在起飞去打捞的时候 美国新西兰的直升机也起飞了 真分夺没有 如果让他们先抢走 到时候百口难辨 你说你抢走了不行 人家说我没抢走怎么办 所以这个又对于我们自己的反应速度 我们对落点的判断 然后还有整个打捞的能力啊 等等提出非常大的挑战 因此一次我们讲洲际弹道导弹也好 还是讲远程运载火箭也好 那个试验的话 里头不仅是对我们的技术的考验 而且是对我们整个组织能力啊 包括我们部队战斗力的 一个空前的挑战 有分解认为呢 中方其实很少向海上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都是更加倾向于在内陆进行测试 我们看到中国国防部就说到了 这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 例行性安排 您怎么来解读中国官方的表态 又为什么选择向海上施舍呢 向海上发射意味着它是一次全程测试 什么叫全程测试呢 如果像一些某些国家 它没有远洋的那个回收能力和监测能力 它只能在自己的周边打一个高弹道 那么高弹道的话可能几百公里 但是弹道打得非常高 来检测一下我自己整个的射程啊能力 但是你要把那个 比如说你有1万2千公里的射程 那你就飞1万2千公里 那这一飞1万2千公里的话 目前只有一个国家能保证自己 在自己的国土内 能够完成这个1万2千公里 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的话东西跨度9千多公里 再加上稍微绕一绕的话 它可以从自己的东边打到西边的话 不出自己的国土 美国和咱们都不行 美国所以你看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话 肯定是从它的那个 比如说班登堡空军基地打出来 打到太平洋地区 这样的话才能做一个全程测试 咱们也是一样 这次网上说是从海南岛发射的 海南岛发射打到那个南太平洋的地区 有人拿尺子量了一下 正好1万2千公里 那么这就是一个全程的测试 另外一个 就是说这是一个例行的训练 例行训练很简单 这个导弹它就不是一个新型号 是我们已经服役了好多年好多年的 一个非常成熟的型号 也是处在日常战备值班状态的 这么一个导弹 那么所以说它进行试验性发射的话 它就是一个例行的训练 而这种例行训练的话 我们还要放到一个背景 我们大家伙会发现 从去年到现在 一年多五长 五大常任理事国 集体在放大炮架 就每一个国家都在打这个导弹 比如说 美国是去年11月份 俄罗斯在去年打的亚尔斯 然后今年是打的那个 它的萨尔玛特 然后去年11月份 法国发射了 做了一个全程的 一万一千多公里的潜射弹道 洲际弹道导弹的实验 今年一月份 英国也搞了一次 那个它的三叉戟二型的 那个潜射 洲际弹道导弹的测试 四个常常理事国都打了 对吧 你要说我们不打吧 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在目前的大国竞争 战略状 那个战略对抗的情况下 我们必须要展示出 我们的战略威慑能力 而且这个战略威慑能力 还有一个前提 前提的背景就是什么 俄罗斯导弹实验失败了 美国去年11月份也失败了 英国人更惨 导弹发射出去 都没有能发射 直接 恨不得就要砸到自己的核潜艇上 只有法国成功了 所以法国人多少有点嘚瑟 而咱们大家伙 昨天为什么那么兴奋 我们处在一个战备值班状态下的 我们一个服役很多年的 非常成熟的一款信号 而且打了一个全程弹 并且没有任何的一点瑕疵 这么成功 它释放出来的战略威慑 信号有多强 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打 好 谢谢陈先生点评分析 下集回来继续带您关注 外媒称俄罗斯试射 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导弹可能在发射井内爆炸 情况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 一会见 新闻见识谈 欢迎你回来 路透社23号根据发射场卫星图像 并引述武器专家的分析报道说 一枚俄罗斯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在本月初的一次试射中发射失败 根据9月21号的卫星图像显示 俄罗斯北部普列谢斯克航天发射场的发射井 出现一个约60米宽的弹坑 而这片区域在月初的图像中 并没有损坏的迹象 按照外媒的说法 俄罗斯方面曾发布关闭发射场通知 说明准备试射 通过卫星图像判断 此次试射可能失败 最可能的解释是发射时故障 且导弹在发射井内爆炸 试射时导弹并未携带弹头 俄罗斯国防部对此并没有回应 近期也没有公布过萨尔马特导弹试射计划 按照美媒的说法 这是萨尔马特在过去两年间 至少第二次试射失败 上一次是在去年2月 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又名萨弹2号 射程达18000公里 可搭载包括高超音速弹头在内的 多种核弹头 普京2018年发表国情资文时曾说 萨尔马特可以打到地球上 任何一个角落 普京在2024年2月的国情资文中表示 萨尔马特导弹已供应给俄罗斯武装部队 在2024年2月 普京说萨尔马特已经供应给了俄军 那既然已经列装到了部队 为什么还会出现发射失败的情况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这个很正常 美国的民兵三导弹的话 都已经服役了40多年了 去年11月份 从它的西海岸 像太平洋地区试验发射的时候 飞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故障了 自己把自己给引爆了 40多年的多成熟的导弹 都要出现这样的故障 萨尔马特到现在为止研制成功 或者他的首次试射成功 到现在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 因此在他还要继续进行各种性能测试 这样的情况下出现故障 甚至出现爆炸事故的话 也是不算特别稀奇的事情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西方拿这个事情 不说是小题大做 但是多少是有点像贬损俄罗斯的意思 因为萨尔马特这款导弹 作为俄罗斯的战略大杀器 作为目前全世界个头最大 重量最大 射程最远 而且是爆炸威力最大的 那个洲际弹道导弹 是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是悬在西方的脑袋顶上的 一个达姆克斯箭 那么如果通过这样的贬损 说你这个导弹性能还不过关 那个稳定性很差 技术状态也不行等等 那么是不是可以降低 俄罗斯的战略威慑程度 这一次的消息 实际上是德国媒体先公布出来的 公布了一张卫星图片 在这个卫星图片上发射场 就是它的发射警发生了 爆炸 明显一个爆炸的场景 弹坑有60多米 那么作为洲际弹道导弹 美国也好 俄罗斯也好 甚至包括我们也好 我们要进行那个发射测试 实际上是要向有关对方 来进行通报的 避免战略误判 你想这么一个发射警导弹 如果要升空的话 目前以天上飞的各种各样的 预警卫星啊 各种各样的预警能力的话 你这导弹一升空 对方如果没有得到提前通报的话 心里会怎么想 那边立刻战略 立刻战略警报就会拉响啊 所以呢 一定会提前通报 美国人一定知道 而且提前通报的时候 一定会把 我要在大概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一个大概的确定的方位 通报给对方 所以当卫星图片出来之后 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美国人一句话都没有说 是德国媒体报道的 那么通过德国媒体报道的话 实际上就在散布一个消息 或者是给大家伙一个印象 萨尔玛特 虽然俄罗斯方面说了 我们已经大量的开始装备部队了 并且进入到战备值班状态了 但是它不可靠 有可能飞都没有飞起来 没有飞到别人的脑袋底上 自己先把自己给炸了 那么幸好这一次 它没有装弹头 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测试 但是这个测试本身出现失败 我想在任何一个国家 它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只不过西方在故意炒作而已 美国媒体就说 萨尔玛特在过去两年 已经试射两次都失败了 刚刚你也说到 德国的专家就分析说 这证明萨尔玛特还不可靠 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来 俄罗斯的导弹工业 存在非常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您怎么来解读呢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想贬损一下 俄罗斯的战略和威慑能力 因为现在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俄乌冲突把俄罗斯 现在的综合国力 它的经济实力 甚至包括它的常规军事力量的弱点 全方位地展示出来了 过去堂堂的冷战期间的 苏联红军那么强大的钢铁洪流 俄罗斯基本上 集成了它的大多数吧 结果呢 打一个乌克兰 乌克兰的总兵力 当时只不过20多万人 现在处在一个常规战争的状态 北约都没有出兵 只是给乌克兰 大量的武器啊弹药啊等等 和情报支持 在这样的情况下 俄罗斯打得那么费劲 到现在也就是略战上风而已 因此大家伙 对俄罗斯的常规作战力量的话 现在已经比较小看一点了 认为你已经不咋地了 不怎么强大了 你现在支撑俄罗斯的战略地位的 主要是靠战略和力量 普京说话的话 我的那个萨尔马特导弹 我的图160战略轰炸机 翅膀挥一挥 我就是能够传递出强硬的信号等等 支撑它的靠的是这个 如果战略和力量再有问题 或者是你的数量那个缩水 要不就是你的那个战备值班状态不行 要不就是你的技术性能不可靠 那么俄罗斯在整个国际上的国际地位 它的战略威慑能力 它的战略力量的话 就一下子大打折扣 那以后你跟美国和西方 不管是真正的那个交手也好 还是进行那个进行战略博弈的话 你手里的筹码就少很多很多 所以这一次的话 实际上就是在向全世界散布这么一个信号 但是这个信号有人信吗 我们像很多人 比如西方的话 大家伙哈哈一笑 但是这个哈哈一笑背后的话 你真的自己信吗 自己也不信 因为我们看整个历史过程 像这样的战略武器 甚至核武器 那个发射啊 试验啊 失败的话 比比也是 你要说因为一次事故 两次事故 它的战略和威慑能力就不行的话 那可能你就是会出现战略误判了 好 我非常感谢陈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识谈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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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